你是否正经历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 只有三个病 前列腺癌 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炎 前列腺出了问题 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像前列腺肥大特别严重的 就滴滴答答的 你看 长期排尿困难 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呢 还有一个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可能会致命的 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关爱男性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疾病 我用四个字来概括 难言之隐 首先难是男性的难 因为这个器官只有男性才有 所以这个疾病只有男性才会得 另外一个难字呢 是挺难困难那个难 因为一般很多男性 得了这个病之后 他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 而这个器官就是前列腺 今天的疾病就是跟前列腺有关的 一系列的疾病 而恰巧我们节目播出这一天往后延 大概那么五六天吧 10月28号 就是关爱男性健康日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男性的健康 聊一聊血线 好吗 我们请出的是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王健叶 以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南科主任医师 江辉 有请二位 你好 王健叶 主持人好 你好 王健叶 北京医院泌尿外科首席专家 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主任 江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南科 及人类精子副主任 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知名南科学及性医学专家 两位生 王医生您是泌尿外科 对 江医生您是南科 我可以这样说吗 对 所以我现在有点 比较敏感的科室 所以我现在有点糊涂了 就是这个前列线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请到 两个科室的医生来 王医生您先解释一下 泌尿外科 其实是原来的全程叫 泌尿男性生殖系外科 对 就您二位原来在一块 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后来由于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 分出来很多雅专业 对 所以这样的话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 就把泌尿和男性生殖 就分开了 我听说您从研究生开始 研究的就是前列线方面的疾病 对 那您从医多少年 我明年就40年了 现在是39年 一直在跟 一直在跟前列线方面的疾病 打交道 原来是一家 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 这是整个学科的发展 但是我作为患者来说 我首先就不明白了 我如果有前列线方面的问题 两个科是摆在我面前 我挂哪个科呀 中老年人 特别是老年人 多数人要看泌尿科 因为它是排尿的问题最突出 最影响它的生活质量 如果青壮年 像您这年龄 小年轻的 那要是前列线有问题 最好是找南科 找江教授他们那科 今天我们就从认识前列线开始 前列线到底长什么样 今天我们节目祖国 准备了一个道具 给我准备了一个例子 前列线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你拿反了 应该是倒过来 尖的那边靠下 它虽然大小是这个版类 但是它是这样讲的 对 前列线除了掌管排尿 它还和我们人的生意功能 等等息息相关 前列线是在我们体内 为数不多的 同时参与了两个系统的 问题的一个器官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看到 前列线它到底在哪 以及怎么影响两大系统 我们今天先说一下 泌尿系统好不好 这应该是一张人体扑面图 对吧 对 我应该是这样 背对观众 大家这样看我 背对观众 好 先请教一下 石老师给您个考题吧 您帮我画出泌尿系统 有哪些器官好不好 泌尿系统 我得找呢 你确认这上面有泌尿系统 全的 全的 我得看看那板栗 哪个像板栗 这没有板栗 你看刘帅级的 你上来 我都找着了 我都不懂的人 我都找着了 我画一下 您画吧 大概范围吧 大概这都是 您说这个是 尿道吧 石老师 这连着肠子呢 我们把掌声送给石老师 对吧 你要长这样 你就到医院 来 请个落座 来 这是前列线吗 不是 前列线在什么地方 前列线是红的这块 对 这一小块 你看他最先反力啊 他画的这个 这个浅颜色的是膀胱 前列线他哥 泌尿系统的话呢 是包括肾 输尿管 膀胱 前列线 尿道 女性没有前列以外 泌尿系完全就是 就是肾输尿管 膀胱尿道 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道具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不好 这就是前列线 我们放大了 从这个图上看得很小 但是放大以后是这么大 这个上面是膀胱 那么我们把它 抛面图打开 这就是膀胱 这个是像一个漏斗心的 尿从这下来 所以它但凡出问题了 直接有影响这根管道了 这就是影响泌尿系统 对 好的 那刚才 王医生解释的是 前列线对泌尿系统的影响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系统 来 我们再来上一个道具 我们说了泌尿系统 那么前列线还参与了 我们生殖系统 那么这是前列线 这是前列线 这是膀胱 对吧 然后这是尿道 我们的精液 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 钢丸里产生的精子 就像大米稀饭 那个米勒似的 第二部分是精浆 精浆呢 占整个精液的80%以上 它是由谁产生的呢 一部分是前列线产生的 是前列线液 前列线分泌的液体 因为大家知道精子像蝌蚪似的 它要游动 对吧 所以必须在液体里游动 鱼和水的关系 对 就是我们前列线液 其实相当于精子的一个保护液 有了它之后 精子才会更加有活力 对 男性一生当中 患前列线相关的疾病 这个概率有多大呀 前列线呢 只有三个病 就一般来讲 一个是前列线癌 一个是前列线肥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前列线炎 癌症不一定人人会有 但是前列线肥大 我们根据现在大量的数据统计 组织学的增生 大概50岁以后50% 80岁以后 就80% 甚至人人都有几乎是 是这个情况 前列线炎 是20到40岁青壮年 好发的一个问题 我听说 患者到您那儿去 基本上聊两句 或者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是不是有前列线炎 真的是这样吗 这话是我说的 那么如果一个青壮年来了 有时候还要问他两句 有时候连问都不问 就知道他要来看什么病 因为前列线炎 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造成一个 精神心理的问题 他紧张了 精神心理问题 他就担心 会不会长癌 再加上比如说 他的信办理的指责 这些压力非常大 所以这个 密教科大夫很经典 一看说前列线炎 退号 找南科去 因为这些病人 刚才说了 有很多的焦虑 特别是有很多的 心理放大 前列线炎 因为炎症 前列线它也会发炎 它里面是有细菌 或病毒了吗 对 你说的是不假 前列线发炎了 就叫前列线炎 但是在前列线发炎 它特殊 大约只有10% 是细菌炎症造成的 但是90%以上 都是非细菌性的 前列线炎 那为什么还叫 前列线炎呢 它是炎症的表现 你比如我们打一拳 你就马上红了 为什么 它是一种物理刺激 造成身体的化学反应 所以它是物理性的炎症 和化学的炎症 就像你嗓子发炎了 不见得都能查出细菌来 那种疲劳 也有可能造成一些 炎症的表现 炎症的表现 到底是怎么表现的 我这还有一个道具 模拟了一个 这个前列线的泡面 有炎症 它有炎症的表现了 尿道传统前列线 因为我们的前列线在盆腔 所以盆腔周围的刺激 盆腔炎 包括我们紧张 肌肉的收缩等等 它都会刺激我们的前列线 压迫前列线收缩 前列线一收缩 压迫尿道 尿频了 排尿不舒服了 那既然前列线出现问题 它首先就会影响 我们的排尿 我们接下来再上一个道具 为大家讲解一下好吗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 讲解的就是 前列线出问题了 怎么去判断 首先两位医生告诉我 去观察一下 你尿尿的形状 请问一下三位吧 你觉得健康的正常的 尿液的形状 排出来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平时没怎么观察过 就是我听说啊 就是别分岔就行了 就是正常的那个 一流一流的往下 然后感觉特别有冲击力的那种 有的时候 有劲儿 对有劲儿 我觉得刘帅可能比较靠谱一些 可是我请教三位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男性 他在小便的时候 谁去 你懂得 他不可能仔细观察这事 这个事我还真的观察过 是我儿子 孩子在尿尿的时候 他的就像刚才 像王教授说的那样 他只有他憋不住的时候 才去尿尿你知道吧 妈妈我想上厕所 厕所去那个卫生间 他尿受的小便 是一个抛物线 健康的男性的尿液排出来的形状 应该是抛物线型的吗 它是一个水柱 是连续的 所以你说一流一流的不对 它是连续的尿线 连续的一个尿线 因为我们正常是站着撒尿 在中间部位 所以它肯定是出去以后 是个抛物线下来的 侧面看是个抛物线 所以我在想啊 一流一流的肯定有前列业伟大了 我们今天拿四个喷壶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给你们这些不观察的人做个演示 我们模拟的就是尿液的颜色 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了色素 首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或者是展示一下 正常的抛物线是什么样的 这个壶啊 就相当于一个膀胱一样 它是有压力的 所以呢就是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压力的劲儿是很大的 应该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就是不能间断的 很连续的 很连续的 如果排尿有问题的时候 早期的话呢 最主要的 基本上是连续的 但是一个是力量没那么大 为什么呢 它因为出口有梗阻 因为前列腺变大了 对 那么尿腺的话呢 看上去就比正常情况要细了 它可能会是这样子的 但它也还是连续的 但是就没有筷子那么粗了 对 可能 但是呢 这个从医生判断的话呢 我们专门有检查设备 正常人的一旁 大概二十分 二十秒 就排完了 就应该排完的 那么这种人的话 你问他大概排多少 他经常跟你说半分钟 甚至一分钟 也就是说正常的 没有阻碍 人家特畅快 对 稍微有点阻碍了 就变细了 对 还有两种情况呢 对 就像刚才大厨说的 那这种呢 排尿有问题了 你看这个 你看分岔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你看 你们看到了吧 而且那个劲儿也不大 正常的尿满了劲儿很大 江医生 我有个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既然都是有阻碍了 为什么有的是让变细 有的阻碍就是分岔呢 前列腺增生的位置不一样 有两侧也大 有中也大 中也大以后 他就堵着尿 只能从两边出去 就分岔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最严重的 就是王教授刚才说的 就滴滴答答的 你看 就是 肥下排尿劲 刚才说正常排尿 20秒出去了 像前列腺肥大 特别严重的 他到厕所去 他先酝酱感情 然后嗯半天 有的人还有手压着肚子 没有辅压了 增加辅压 然后挤出点来 你看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啊 关注前列腺 首先关注尿尿的形状 那还要关注什么呢 王医生 还要关注 他尿尿的频次 就是一天他尿多少次 另外就是 间隔多长时间 特别是夜尿 晚上起来几次 这个都是医生要关注的 那我们问一下李大厨 你一天要上几次卫生间 小便 差不多 四次吧 四次 一次大概多少秒 每次也在20秒以内 基本就是 10秒左右 有多有少 一般来说健康的男性 成年男性 一天要上几次卫生间 排几次尿 也算是健康和正常的 一般认为是 24小时 5到8次 24小时 8次以内都算正常 在8次里面包括什么 夜尿的话 一般是零到一次 就是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多数没有 这是比较正常 就20小时 5到8次 并不是大家说的 我企业得上一次卫生间 就代表我不健康 不一定 零到一次都是可以 好 那排尿一次 多少秒算是正常的呢 刚才说了 20秒左右 一般刚开始 先亮多 到后来收尾了 再慢慢有一点 大约20多秒 如果超过 25 30秒以上了 那可能前列线 就有耿阻了 可能前列线有肥大了 会有些炎症了 所以刚才大厨说 它20秒 或者更短一点 十几秒 可以 挺好的 那还要关注什么呢 盲医生 还有一个就关注的 它这个 像这个尿的时候 急不急 有的人想尿的时候 它是可以憋得住的 有的人的话 一旦有想尿的感觉 它马上就要上厕所 那是不是您刚才提到这一点 就是它总爱上厕所 总爱上厕所 憋不住 跟膀胱的容量也有关系 有关系的 膀胱的容量大小 肯定是决定 它上厕所的厕所的多少 特别好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想一个问题 到底一个健康的膀胱 它能够装多少尿液呢 我们再来上一个道具 好不好 来 有请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个矿泉水平 而且在上面标注了有多少升 从左往右一次是膀胱 健康的膀胱可以容纳两升 1.5升 1.5升 1升500毫升和200毫升 来首先刘帅回答 就是正常的膀胱能容纳多少升啊 健康的 这个两升这个两升不太可能吧 这个两升不太可能吧 这也太大了 跟一升的差不多 扁腿的那个 这是 您说哪几升 扁腿的那个 这个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感觉 我有一次就是 好像憋了好长好长时间的尿 然后去小便的时候 哎呀 然后尿时间特别长 我估计得有这么多 我猜也是1.5 因为我有 我也有憋尿的习惯啊 就是因为开车呀 或者因为工作原因呢 偶尔就会憋尿的习惯 那么就是 真的是憋急了 就是到一定程度了 不能再憋了 再去 那么根据自己的这个 尿出来的这个量 加上这个比例啊 预计应该在1.5 我们西医是很讲究 很多都是有严格的指标的 因为正常人的膀胱的容量 是4到500 哎 答案揭晓了 那看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4到500毫升 是这样的矿泉水平 这才是个健康的膀胱 一般到个350以后 就会有尿易感 白天 正常人是1小时产生100毫升尿 4个小时左右排一次尿 早上起床排完了 或者是你上班前排 一般可以到中午 夜间的话 2小时产生100毫升尿 那么您睡8个小时的话 您睡前尿了 正好8个小时 产生400毫升尿 所以 早上起床尿 这是正常人 刘帅刚才说他老憋尿的习惯 我相信他俩肯定看过前连线 他们刚才说假话了 所以我跟你说 在医生面前千万不要有所隐瞒 这个我就是尿尿的时候吧 有一些刺痛感和烧镯感 尿口会有烧镯和刺痛感 对 就所以那阵我就怀疑 是不是这个前连线炎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因为对 尿液都是人的废物 人有形的废物都从大便里走了 你比如说吃的东西消化不了的 纤维 残渣都走了 无形的东西 那么废物就从尿里面走了 那么如果喝水少 它的尿液非常浓 它本身排泄系统 它都是废物 它对尿道粘膜会有刺激 尤其是我们的前尿道 这个因为尿道都是粘膜 所以你要长期不充刷的话 它两个粘膜粗在一块 当你再出尿的时候 它强行把粘膜分开 它就有刺痛感 它也会有这感觉 你像我们大夫做手术 做一天手术 下来上厕所 撒尿的时候 也经常会有这个症状 就是因为八九个小时不排尿 都出汗了 所以尿道你再一排 就有这不舒服的感觉 人家粘一起了 对 包括主持人也一样 站时间长了 它去撒尿肯定也不舒服 是吧 在家吹海拔又高 你想 对 我这个压力也不够 但是我还是在想 就是种种的原因 归根结底 还是提示我们 是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刚才跟大家说的是 判断我们前年线有没有问题 除了形状 你的尿尿是否通畅 时间之外 我们还是会看一个指标的 就是我们血液的化验指标 王老师 要看哪个指标 我们检查的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指标是最重要的 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我们一般俗称叫PSA 一般认为90%以上的前列腺癌的患者 PSA都会高 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 是组织特异性的 而不是癌特异性的 这什么意思呢 它高一定是前列腺有问题 那不可能是肝脏一线有问题 但是它高不一定都是前列腺癌 最高明的医生 就是能够把所有高的人里面 PSA化验膏里面 把癌症的人摘出来 把不适的还给人家一个清白 什么叫高 什么叫正常范围 正常情况的话 一般都是小于等于四嘛 这是江辉教授带的一张 他自己开的化验单 我们现在看这两张化验单 因为我看得很清楚 这个王医生 它是小于等于四 算是正常健康的 对正常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 麻烦您标注一下 这个已经达到32.506了 像这个病人 他PSA是32.50 那么按照刚才王教授说 这么高肯定是前列腺癌了 我们经验都是这么高 99%都是前列腺癌了 跑不了 对 但是这个人是个特殊的情况 这个病人呢 两年前前些PSA是35 去年是22 今年呢一查是32 它特点是反复的血精 一直这么高 然后又血精 那考虑还是个炎症 血精是什么 对 我是觉得 炎症炎症 它可能还是个炎症造成的 血精呢 就经当炎啊 前列腺炎 那么造成它的 这个PSA高 但是正常情况下 这么高的 我们王教授也说了 按照我们说的 那多半 90%以上 就要考虑前列腺癌了 就需要做穿刺了 就要做B超啊 做核刺啊等等 如果PSA是大概10左右呢 那就 我们是14到10之间 是叫可疑 10以上 是高度可疑 在临床上这么诊断 所以它跟癌症 还是要看这个数据的 因为它是前列腺癌 特意分泌的 别的没有 一般来说体检 都会查这个吗 男性的吗 50以后 现在很多单位 都开始常规查PSA了 好好好 王院长 我请教您 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我身边有朋友啊 他说有这个 前列腺囊肿 那这个是不是很 囊肿更没问题 囊肿不是实体的 它不是结结 它就是囊性的嘛 它因为前列腺 首先讲 前列腺是一个腺器官 它分泌液体 刚才江教授不是说了吗 它分泌的精液里面的 精浆嘛 它的有的那个腺管 堵了以后 但是它腺体还在分泌 这样的话 它就形成一个 鼓起来了嘛 这叫囊肿嘛 像他这个年龄 如果有囊肿 不害怕 对 如果像刘帅这个年龄 如果前列腺有囊肿 我们又担心了 因为我们精囊 分泌的液体 有个精囊腺 它有个精囊腺管 包括我们搞完了 那输精管的精液流出的 叫涉精管 都是在前列腺里边 这两个管道 如果被囊肿 正好长在他俩口上 堵上了 堵上了 精液出不来了 精子出不来了 精囊腺出不来了 那就容易无精症 就影响生育了 关于前列腺 男性 有很多难言之隐 但是今天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很多问题 解释得很清楚了 但是就像刚才 江医生说的 有很多男性 自己出了问题之后 他会去上网查 就会查到很多 不实信息 接下来进入 传言变变变 有请陆伦一 前列腺增生 真的会诱发脑梗吗 雄性激素过高 真的和前列腺癌 有关吗 规律的夫妻生活 真的有助于 前列腺健康吗 稍后精彩继续 职场健康科栏目 由鲁南制药 其他力精防克力 独家冠冕播出 感谢鲁南制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传言变变变 你说我来 大家好 我是陆伦一 王医生 江医生 刚才有一个 特别有趣的现象 在我们录制 间隙 我们演播室外的 这个洗手间 有几个 我们现场的导演 就在交流 从里面出来之后说 怎么样 是泡雾线吧 我就听着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 所以你看 这个跟健康 跟我们这个身体 息息相关的 这些医学知识 传播得非常好 会非常的快 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于我们每一个疾病 人与人和之间 还有很多传言 在流传着 我们关于前列腺的 第一条传言 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徐大博 徐大博今年79岁 60岁左右 开始患有前列腺增生 白天排尿费力 尿不进 尿腺细慢 晚上经常起来上厕所 每晚五六次 每次解的量不多 时间却要五分钟左右 不久前 徐伯每晚上厕所的 频率更高了 拖了一段时间 病情越来越严重 一次起夜排尿时 徐大博突然晕倒 送到医院紧急抢救 没想到 医生净诊断为 突发脑梗 赵哥您看 这电视上说 有一个徐老婆 他这前列腺增生 和前列腺肥大 真挺厉害 他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 最后引发成脑梗了 他那症状 我看我也有 赵哥您说 像我这种情况 我要是去做个手术 给他解决了 您看怎么样 前列腺增生 和脑梗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那能连得上吗 这可真说不错 长期的前列腺增生 真的能引发脑梗吗 所以我们的第一条传言 就是长期前列腺增生 会诱发脑梗 石树斯老师 怎么就先捂我耳朵 已经不回答 就直接扎是吧 那个传言是错的 这不挨着 这器官离这么远 对吧 这要不能生孩子 这题面就对了 石树斯老师 刚才这个表达 二位医生 要不要扎他 扎 扎 扎 往上走 往上走 大脑是高地 跟那哪都不挨哪 但是大伙呢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对的 这个是脑梗和这个大小便 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正好我家里有人 他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在每次复诊的时候 医生就跟他告诉他 清晨大小便的时候 一定不要使劲 所以我觉得 肯定是对的 这条传言 二位医生 我们该怎么理解 因为晚上 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 他企业最大的问题 就是刚刚江江说讲的 他休息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 小便完以后 再次入睡困难 好不容易刚迷着一小伙 又想小便 又去一趟 所以呢 容易发生一些 和前列腺和膀胱 没有关系的一些并发症 类似刚才 石先生说的这个 就是你们说的这个 心脑血管的问题 说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 引起他的排尿不畅 夜间次数频繁 尿的次数很多 那么这样的话呢 间接地影响到了 他的睡眠 影响到了他的这个血压 影响到了他的全身情况 而造成了一些并发症 那跟何静说的这个 用力呀 使劲 对呀 所以在发力的时候 容易成为一个脑梗的诱因 对 老年人呢 他因为反复的尿频 老想上厕所 所以呢 他特别不愿出去 出去以后 因为不好找厕所 所以有时候 没办法要去怎么办 他就不敢多喝水 因为喝水多 他要上厕 他不敢多喝水 大夏天 阳光照射 除害又多 又不喝水 造成什么呀 这老人就可能就休克了 那你说休克和前列腺 有什么关系 他就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讲这样的知识 就是发现问题 及早诊断 及早治疗 现在有很多的简单的办法 是 但是你扛着忍着 造成晚上起夜 迷迷糊糊摔倒了 别到这 造成脑梗了 造成很多的问题 是 这位老先生呢 他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所以什么叫做前列腺增生 是不是就是这个前列腺增大 它和这个肥大呀 增大是个什么概念关系呢 前列腺增生呢 老百姓 或者我们叫俗称 对 叫前列腺肥大 增生不是病 是一个自然的衰老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但是增生影响了排尿 影响了排尿 那么它就需要治疗 我们叫医学干预 那么就是吃药也叫医学干预 手术也叫医学干预 那就是需要治疗了 那么这个我们认为就是病了 所以我们理解 这个增生呢 迟早会来 但就是看什么时候 来找上你的这个问题 是这意思吗 正常情况的话呢 前列腺就像板栗那么大 特别是年轻人 二三十岁的 那么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 到了就会有一定的增生 我们经常比喻 这个鸡蛋鸭蛋鹅蛋 有的前列腺的话呢 就像我手里拿的一个鸡蛋一样 大概有这么大 那么再进一步增生的话呢 就像就是鸭蛋这么大 就是比鸡蛋的个儿要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它是只在直肠 你摸拿手摸的感觉 这是我们摸的感觉 就像摸鸡蛋 就大了一圈了 对了大一圈了 那么再往后的话呢 就能像这一样 这可太 我们过去手术拿下来的话 200克300克的都有 有比这还大的吗 有 你想正常这12克 到这三四十克 到这五六十克 到这一百克以上 一百克左右没问题 这再大的更的小苹果 是的了 都有 所以这个年龄 有 年龄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年龄越大的话 它这个因为人体老化的越厉害 那么它就争生的越厉害 我研究一辈子 十年一个台阶 十年一个台阶 就是六十岁到七十岁 那么是会生一步的 七十岁到八十岁 包括症状 六十岁以后 已经开始慢了 晚上可能要起业了 一般是一次 七十岁以后 基本上要起两次晚上小便 八十岁以后 大概要起三次业 最少 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遗传 遗传 有的人家族 他就是前列线 容易大 六十岁七十岁的人 跟同龄人比起来 人家六十岁是这么大 他六十岁是这么大 那么就是跟遗传 也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这个情况 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 我正想问您这个事 就是是所有增生 都会有这些症状 不一定 增生的部位 对影响排尿 是非常关键的 前列线是我们男性人体 唯一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不断变大的器官 但是前列线体积的增大 并不一定会引起排尿的症状 前列线增生 大多是指前列线中间区域 也就是包裹着尿道的部分 医学上称为前列线中叶 这部分组织向内增生 压迫尿道 导致出现一系列排尿困难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人啊 在慢慢慢慢有点过程的时候 他可能没太在意 也可能是觉得有点难言之隐 有了症状 也没有去找医生 也没有去用药来治疗他 那么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通过一个道具 来为您揭示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道具板 来给您介绍一下 长期前列线增生 会导致哪些疾病 王医生 好 我们俗称呢 叫并发症 就是由于前列线增生 不治疗 引起的一些相关的并发症 或者说他这个就是有 直接的因果关系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叫五大并发症 会突然发生 尿排不出来的情况 我们医学上叫急性尿主流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慢性尿主流就是尿不干净 长期膀胱里有很多的尿 我们经常讲五大并发症 急性尿主流算急诊 就是突然一下尿不上 别人憋得很厉害 必须立即到医院 这叫 这叫 像刚才说的 要造漏了 对对对 甚至有时候放尿管要造漏了 那就是最早 我姥爷那时候 就在小肚子那打了个眼 那就是造漏 挺可怕的 然后每次换药的时候 会拔出那种脓 对 它多半尿管插不进去 前那天大的厉害 堵在那尿管都进不去了 只能从膀胱改到了 造个漏把尿引出来 要不然活人叫尿憋死了吗 还真是 就是这个我们 没法自己控制了 尿尿这个事 哎呀 所以这个是一个 泌尿科的急诊 泌尿性感染 泌尿系统反复感染 为什么特地是讲反复感染 就经常发炎 其实就是经常发炎 好了饭好了饭 对 反复尿路感染呢 为什么会有呢 流水不符啊 如果每次都排干净了 再出来的尿 它都是新鲜的 它不会有细菌感染 但是每次都尿不干净的话 那总有残余的尿 就等成尿在里面 滞留在那 而且尿对于细菌来说 是非常良好的培养基 就对它来说 这个营养很丰富 很容易繁殖的 那么它又会反复感染 另外一个呢 就是血尿 出现血尿 血尿 血尿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病发症 就是经常会发现 老人突然下尿血了 那么血尿的问题呢 主要是膀胱里有尿 膀胱都不到休息 前一天会冲血 特别是黏膜的静脉 会有曲张 所以它会有血尿 还有一个就是结石 膀胱结石 因为它长期尿不干净 里面经常有残渣 时间长的话 它会形成结晶 甚至形成结石 很多病人里面多发结石 有的八九十岁的人 里面十几二十个都会有的 还有一个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可能会致命的 就是肾积水 肾衰 我们叫肾功能衰 也叫老百姓叫尿毒症 它排不出去 肾功能 对 它排不出去 下又不通畅 上面的肾脏的水就下不去 咽塞糊 它经常下不去以后 肾脏就不工作了 那么它就会导致肾脏功能的下降 最后就完全停止工作 那么就是肾衰 多数情况早期的话 都是会化验的话 发现肾功能不正常 一做臂操 一做什么 塑尿管宽了 就是有积水了 就是水下去 不是很通畅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 和不是泌尿科的 但是老年人很常见 就是膳气 这还跟肾气有关系 做膳的这个外科医生 补膳之前 一定要先让泌尿科大夫 看这个病人尿尿的问题 不解决的话 那么这个即便做了膳的手术 还会犯 因为它排尿不通畅 下水到不通畅 它就要鼓肚子 鼓肚子时间长了 那么它就把肠子顶出来了 就顶出来了 变成膳气了 反复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老年人由于前一件肥大 没有及时治疗 引起的一个病发症之一 所以男同胞们 您看 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 如果不及时把我们的 这些男人跟医生说出来 发展到这一步 多遭罪啊 过去我们经常听 那个广告语 叫什么尿贫尿急尿不进 但今天我们通过 二位医生给我们一讲 带来的这种病发症 比那个可严重的多得多 所以这个到了一定程度 我们的这个前列腺增生 是不是就要开刀治疗了 做手术 现在已经都是微创 微创 其实就是手术 就是手术 一定要进行这个吗 有别的保守治疗的方法 一般治疗前列腺 我们认为 前列腺增生 我们认为三大步 哪三大步 第一步叫做等待观察 就是不给处理 等待观察不等于不管 是需要监测的 就是您比如一年来一趟 或者半年来检查一下 这叫等待观察 因为我讲了十年一个台阶 你原来晚上不起 也可以睡一晚上 您现在起来一次 其实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不降低您的生活质量 我们认为也可以先不管 先观察 先可以观察 所以等待观察 是这个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就是药物质量 这是第二个方法 就是如果已经尿得 比年轻的时候慢了 但是呢 还没有慢到那个程度 那么用一些药 它就会改善 所以呢 当然每个 在什么期 怎么治疗 是有指标的 是有标准的 是有标准的 比如说 最大尿流率每秒 在十到十五毫升 这个之间 是可以 可以用药物治疗的 那么如果药物治疗 效果不行 或者是这个病人一来 就已经是很严重了 那么就是要手术 当然现在的手术嘛 不用去开刀了 传统的意义上 是要开刀 把前列腺摘除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都是微创的办法 因为我们男性的 这个前列腺 它有一个尿道的 自然通道 所以把镜子 放进去以后 就可以把前列腺去除 你比如电切 把真生的前列腺 切成像小土豆片一样 切成小片 用水冲出来 那么它道不就宽了吗 所以我理解 或者是这个现在激光 可以把它削掉 现在还有顽除 就是进去以后 用激光 把整个前列腺 从里面掏出来 就相当于橘子 打开一部分这个皮 然后从里面 把瓣都掏出来 这都可以解决 所以就是从男性的 那个尿道口 它是个自然腔道 进去 所以 那这个过程是全麻 麻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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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这么多 我们一旦到了 做手术这个地步 我们也不要怕 刚才二位医生也说了 十年为一个台阶 所以在这个十年 又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 方式和方法 或者说我们注意些什么 能够延缓 或拖住它 慢慢地 让它减缓这个增大 增长的这个速度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 对前列腺 对中老年来说 特别前列腺肥大的人 包括术后的等等 我们一般就建议 第一 戒烟腺酒 我经常会看到 喝了啤酒 喝了几个 结果回去尿不出尿了 我昨天还有一个亲戚 就是晚上出去喝啤酒 第二天早起来尿不出尿了 去倒尿去了 多难受 所以你这个戒烟腺酒很重要 第二 少刺激它 少吃辛辣 辛辣它是 刺激前列腺 不管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炎 它都是个刺激 少心了 对 第三 建议 有前列腺肥大的人 还是少骑自行车 我们有些人住得远 上下班 他老骑自行车 有时候我们有经验 刘帅可能现在不骑车 我们原来骑车 骑了四分钟下来 盆底这都是麻木的 对吧 所以他这个自行车 这个顶部 顶着他这个盆腔这 好 谢谢二位医生的分享 我们的第一条传言 长期前列腺增生 有可能引发脑梗 这个说法是对的 第二条传言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什么 行动激素过高的人 容易在前列腺癌 人家也没什么可修的 事情是这样的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我其实年龄 也不是特别大 现在还不到40岁 看我的发际线 已经抗不住了 我用了好多方法 想保住我的头发 抹充姜 药水 防脱发洗发液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确实 我一点点开始泻顶 正点来了 有一天晚上下班回来 我老婆把了一大堆 男性保健用品 让我保养前列腺 他说 泻顶的男人 行动激素高 是患前列腺癌的 高危人群之一 这是因为男性脱发 和体内行动激素 分泌有关系 行动激素 分泌的越多 脱发就越厉害 前列腺癌的 发病率就越高 我们的第二条传言 说的是 雄性激素高的人 容易患前列腺癌 这个说法正确吗 李大厨 这没关系 实话实说 雄性激素 是不可能 跟前列腺癌没关系 雄性激素 它代表的 比如说 是男性的某些特征 比如胡子 阳刚之气 但是我觉得 这个跟前列腺癌 是完全两码事 李大厨觉得 这个跟我们的 雄性激素 男性的荷尔蒙 没关系 前列腺癌 二位医生 头顶上的这个气球 要不要扎它呢 扎 扎 哎呀 前列腺癌 这种癌的发病率高吗 发病率 在欧美国家 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美国的统计的话 是男性 发病率 占第一位 癌性 就是男性 癌性死亡率 占第二位 就是由于癌症死的 第一位是肺癌 第二位就前列腺癌 中国呢 数据不是非常确切 但是呢 现在已经发现 有逐年升高的趋势 特别是在大医院 和大城市 现在的话呢 已经逐渐地排到 泌尿系统的第一位 那么到底前列腺和雄鸡素 有没有关系呢 明确可以告诉你 前列腺和雄鸡素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也有动物研究发现 你给这个狗 大计量注册雄鸡素 长期注册 就会又发他的前列腺癌症 现在的结论呢 不能说前列腺癌 和雄性激素水平高的 有直接关系 但它一定是有关系 是相关的 因为本身前列腺的生长发育 和功能的维持 全部是靠雄性激素去吃的 那我们这个雄性激素 二位生 跟我们男性的一个关系 是怎么样 它对我们身体 我们的生理起到 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汽车靠油 没有油车跑不动 男人是雄鸡素的产品 没有雄鸡素 不称为其男人 从现场 我们今天几位嘉宾 看看能不能看出来 谁的这个雄性荷尔蒙 雄鸡素更特征明显一些 或者说雄鸡素 有些什么特征 能被我们察觉到吗 谁更manager 能看出来 他们三个都挺男人的 恭喜你们 得罪人的事都不干 这就是老江湖 这个只是年龄不一样 我以为王医生说 他们三个都不错 我觉得还是刘帅 雄鸡素多一点 怎么讲 第一他年轻 年轻啊 这跟年龄是正不相关的 因为过了40岁 他就要走下坡路了 他肯定年轻 明天是不是40岁生日 雄鸡素高的人表现 一般你就能看出来 第一呢 他的肌肉啊 他的体毛啊等等 第二呢 像年轻人脸上老有错疮 这有时候雄鸡素高的表现 内分泌的 太旺盛 那么 那么 第三呢 他有些 脱发 脱发的人 多半体内雄鸡素高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通过一个 我们的道具 看一看前列腺癌的 高危因素都有哪些 我们一定要看好 好 那么第一呢 排在 最危险的是什么呢 是遗传因素 遗传 大约占多少呢 占42% 接近一半 第二个呢 就是雄鸡素了 刚才我们争论半天 到底雄鸡素在前列腺癌发生当中占多少风险因素呢 前列腺癌里边有100的风险因素 雄鸡素只占11 那还不多 对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大约占多少 这个占到一半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多一些了 这得占到百分 这不是百分百的比例 这占到百分之应该是60 这不是三个一共百分百吗 生活方式占15% 所以就是你的什么熬夜呀 酒做呀 抽烟喝酒啊等等 当然了 还有多少一项 猜猜是什么 还有一项 因为加一块才70%啊 不到70%啊 猜一猜 和你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 压力 饮食 饮食和我们的饮食 占30%左右 饮食和生活方式啊 最好的一个研究就是 我们在美国夏威夷 有一批日本移民 第一代的日本移民的话呢 他是亚洲人 他的发病率比当地人前来下来低得多得多 和本土人是一样的 和我们亚洲一样 发病率很低的 但是第二代第三代 特别是现在 虽然没有本土人高 但是已经比 在本国的 本国的 黄种人 要高得多得多 已经捷径了 还有一个图表 第二代就已经稍微高一点了 第三代更高一点 那么第四代将来 未来的话 可能会接近当地人 所以这样研究的话 我们认为 生活方式和饮食 那就是高脂肪高淡满 那么对于这个发生率 会有影响的 我们现在研究发现 吃红色肉的人 红肉 前年线癌发病率高 比如牛肉 羊肉 猪肉等等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民养科医生 不敢吃红肉 都不敢吃等等 那么还有人说 就是性生活开始的年龄越早 它的前年线癌风险越高 比如西方国家 它就性生活可能都早 中学 高中可能都有这样 所以前年线发病高等等 所以它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 我们的第三条传言 也是很多人的难言之隐 在这个我们职场健康课上 我们替大家伙问一问 就是这个规律的夫妻生活 有助于前年线的健康 有何 老王 今儿怎么有空和我钓鱼来了 我这儿和你说说 有点毛病 前列线 小点声 您这岁数不至于 今儿有60吗 今年 我现在在上班 每天上厕所这20多趟 这一去 这尿半天 要说还挺疼的 你这是不是夫妻生活 不是很规律 这经常出差 怎么能规律 长期没有夫妻生活的男性 前列线会聚集着前列线业 长时间处于充血的状态 不利于前列线的健康 规律的夫妻生活 可以保护男性的前列线 规律的夫妻生活 有利于我们前列线的健康吗 刘帅 有利于可以排解很大的压力 以及有利于器官的一些平时的使用 我是这么认为 刘帅刚才他说的这个 要不要扎它 应该不扎它 好 刘帅 来啊 恭喜刘帅 我们该怎么理解 二比一升 对 那我们先用个道具 来形象的比喻一下 这两个水龙筒你看 这个每天都开 经常使用 它的水是清亮的 水龙筒好用 这个家里没人 老不用 十天半个月没回家了 打开以后 你看里边都是锈 经常有这种 零件也容易坏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前列线像什么 像那葡萄串 你要放大的像葡萄串 有葡萄 我们叫线 下面有小管子 里边都是分泌这些东西 如果你长期有性生活 规律有性生活 它这东西就要 经常可以出来 可以冲刷 里边就不及那些杂物 陈旧的 陈旧的 包括细菌 包括结晶等等 它就没事 如果你不规律的话 它可能就容易有炎症 那也可以有钙化 有时候还有结石 等等 所以经常保持规律性生活 对我们前列线 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这个就是 这个规律怎么样叫规律 从信学家角度 它给了一个公式 一般就是你的年龄的十位 乘以九 比如二十岁左右的 留下有二十岁 二十岁吧 二九一十八 十天八次就可以 所以一个礼拜 三到四次也可以 如果三十多岁 三九二十七 二十天七次 三天一次 可以吧 四九三十六 那么三十天六次 五天一次 一礼拜一次左右 五十岁 五九四十五 八天一次 四十天五次 八天一次 十天一次 所以它给了这么样一个 计算规律 当然了 一定要量力而行 谢谢 谢谢二位医生的分享 我们的第三条传言 规律的夫妻生活 有利于我们前列线的健康 这个说法是对的 再次感谢二位医生的分享 其实我们可以总结的是 我们的男同志 如果有了前列线方面的困扰 或者说症状疾病 大可不必憋着 一定要大大方方地去找医生 和跟你的爱人说出来 好 接下来进入破解健康密码 有请刘正梦 谢谢陆伦一 打破了很多的传言 也辛苦二位了 有一个观众 何先生 他就是有前列线方面的疾病 向我们发出了求助 这毛病 其实你不太好对外说 他不只是身体上的 也是心理上的 就每次在公司 我都不敢多喝水 就怕自己忍不住 频繁去厕所 你上的时候 他就总感觉尿不完 一点一点急 然后呢还疼 就是吧 你老去厕所 人家这同事啥的 人家就笑话你 而且啊 这个病啊 也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就我们两口子 这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矛盾了 怎么说呢 结婚五年了 这一直没怀上孩子 你作为一个丈夫 你这没法生孩子 这这肯定是不太好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哎呦 我有时候真的 哎 丑死 我感觉啊 哎 生活啊 就没啥希望了 哎呦 我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 我这个不孕不育 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前列腺炎导致的 这个前列腺炎 到底能治愈吗 因为前列腺炎这个疾病 导致他的家庭啊 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些问题 而前列腺炎 它为什么会导致 始终怀不上宝宝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一个道具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来有请 现在在我们旁边摆了三个罐子啊 江医生您来讲解一下吧 模拟的是什么 前列腺呢 是我们精液里边 精液的分泌的器官 也是我们精液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前列腺有问题了 那前列腺液自然也有问题了 那我们的精液也有问题了 那么前列腺里边 有两个重要的物质 和我们精液息相关 一个前列腺里边有一个 叫蛋白凝固酶 因为大家知道射子弹 它不是固体才射得远 液体射不远 所以它这个凝固酶 使我们的精液 给它混合以后 变成胶洞状 这样我们慢慢射精的时候 就能射得很远 所以这三个罐子 模拟是男性的精液 对 所以我们精液射的 应该都是这样 胶洞状 然后这个精液是这样的 有凝固酶 它给它凝固了 五白色液体 对 射住以后呢 那精液过一段 我们大家都有经验 它就液化了 它因为前列腺里 还有一个酶 叫水解酶 它就液化以后 我们的精液 精子就可以跑了 去找卵子去了 当然如果有前列腺炎以后 它可能要么就 这个水解酶少了 就变成这种不液化了 不液化了 精液就没法用了 精子就老被锁在这里 出不去 被囚禁起来了 这个精液既然有炎症了 首先我能直接观察 精液发黄吗 能 能 这是不是就是给我一个提示 它可能我的前列腺有问题了 一个是长期不排精 比如一部月不排精 太久了 它的颜色也发深 再一个就是有炎症 它的颜色也发深 发黄 那么前列腺炎 导致我们的精液发黄 它为什么还可能会导致 始终怀不上宝宝 因为精液里有炎症以后 它不是健康的 对 精液里边有白细胞 有炎症以后 它就破坏了精子的功能 造成精子活动力也不好 那么精子前进方向也不对 它就没法从阴道 穿到宫颈 到子宫 再到树栏口去见到 卵子 见到了以后 不正常的 卵子也不待见它 你别进来了 所以它就永远敲不了门 精子卵子永远结合不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解答 何先生他的疑问了 对 它主要这个原因 根源还在前列腺炎 对 好了 那现在何先生最大的问题是 我知道前列腺炎了 我也知道为什么始终怀不上宝宝 王医生 我该怎么更好的治疗 对 找老医生 一般的处理办法呢 我们首先 因为前列腺炎分的种类非常多 从病因上讲 有细菌性的和非细菌性的 刚才江教授讲了 细菌性大概在10% 剩下都是其他的 那我们要查清楚是什么原因 第二个呢 从这个急慢性的病程上讲 它有急性前列腺炎和慢性前列腺炎 多数这种情况 一般我们认为是慢性前列腺炎造成的 因为急性前列腺炎会有全身症状 发烧 尿皮 尿肌 尿疼 它会有很多其他症状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都是慢性前列腺炎 首先要除外细菌性的 对 如果是细菌性的那好吧 用消炎药就完了 抗菌素 如果是其他的 现在他们还有很多的治疗办法 比如说配合中成药 中药 比如说局部的铝疗 作愈 甚至有时候它为什么会是这个颜色呢 它这个整个连精囊 它里面储存的地方 它都有一些问题 那么可以用精囊镜 给里面清洗干净 把它那个精子库 就是把它的藏库打扫一遍 重新装修 粉刷一遍 然后就是我们给冲洗什么的 把这些治疗以后 看看它是什么情况 今天我们说的这期节目 我给它起名字叫南言之隐 因为确实很多男性 得了前列腺疾病之后 它难以启齿 但是希望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我们首先有一个警惕 当你发现 你有南言之隐的时候 到医院去找医生 寻求正确的帮助 一定要让我们的疾病 在早期遏止住 千万不要蔓延到 更加严重的后果 也感谢四位嘉宾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 也谢谢两位老师 今天特别详细的解答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这期节目 下期再见 好 再见 再见